嘟嘟嘟嘟嘟 大家好又是我紋身人妻 又做一下紀錄 講一下Bitcoin的走勢 有空看看 可以看看原來現在有多便宜 沒錯 話說Bitcoin已經 多過一個Bitcoin 現在是五萬八 已經多過一kg 還記得很久之前 我忘記是否在Youtube有說過 或者也有 我記得很久之前 2015年的時候 我做了很多研究 學了Bitcoin 當時我決定 我不是見盤見事 我不喜歡看完之後 有罵或者吵爆或者不信 我是要試一下 自己親身經歷的 當時我用五千元買了十粒比特幣 十粒 也用五千元買了三粒三盎司 五千元買了三盎司的金 這三盎司的金 現在可以買到一個Chanel 而那十粒比特幣 現在可以買到幾層樓 但當然我已經買了 所以很多金和比特幣 有在爭論 其實我兩樣都有的 但爭論什麼呢 最後誰多錢 誰贏 話說 昨晚有 一個Billion 這麼多錢的比特幣 離開了Coinbase的OTC 去Cold Wallet 大家就揣測 大家猜猜 誰買了一個Billion的比特幣 大家猜猜 我也不知道 因為比特幣是透明的 可以看到的 所以很神奇的 你會看到有些錢 而來而去 但你不知道是哪一個 另外 剛剛過了這個星期 加拿大有一個 比特幣的ETF 在兩天內 四十八小時內 賣了四十八個Million 這麼多的比特幣 那證明什麼呢 證明是很搶手的 快沒得到買的了 例如 很多同學問 現在還能不能進入 不是同學 是朋友 現在還能進入 現在很貴 五萬元 你看看這個圖 如果這個圖 按照之前那兩轉的大爆 大牛市的時候的走勢 如果按照這樣推斷 這樣計算的話 我們現在 在紅點那裡 還未開始爆 而預料 如果按照那個號碼 這樣爆 是會爆到過了三十萬 我不知道 可不可以三十萬 真的不知道 因為要DEPEND 例如 如果按照Stock to Flow Model 就會二十八萬八 或者三萬 如果按照之前的低點 一百倍的Pattern來看 就大約三十萬 但如果有些什麼 死人催樓 地震 天災人禍 銀行倒閉 擠堤 什麼大事件的話 就有機會 就彈一彈 到四五十萬 都有機會 但那四五十萬 應該有可能 就是兩個小時 就是你撿到一撿 你撿不到就撿不到 就是賣到就賣 應該就是你現在有 然後你賣 然後賣得到 然後那間店有這麼多錢 賣給你 這樣 對 這樣 例如這張圖 因為Bitcoin 始終這些都是計算出來 好像看風水的命理 你可以計算 但始終 你也要看天使地理人和 是不是可以做到這個共識出來 如果以這個人的計算法的話 嘩 他說 有可能 四月十八號 就會到十萬 兩個月了 會到十萬 然後呢 如果這樣看 甚至五月十二號 就會到三十八萬 嘩 但現在是頂 他意思是 這裡 看五月會到頂 十月回來 跌到二十八萬左右 真的不知道什麼 我真的不覺得這麼早 但是 我沒有想過現在會四五萬 亦都是 我本來想著 五六月才四五萬 然後十月才十萬 然後十一月二十萬 十二月三十萬 這是我的想法 所以現在呢 又有這樣的機會 像這個圖 也有這樣的機會 主要問題就是 不是我合不合 這個圖 準不準 而是 如果真的按照這個玩法的話 你會有什麼策略 你有什麼部署 如果他不對 跟不到的 你有什麼策略 有什麼Plan B Plan C 就是如果他跟 A可以怎樣做 B可以怎樣做 C可以怎樣做 如果他不跟 你有什麼方法做 這樣 最後再說多一點 就是很多人就說 哦 Bitcoin也是給那些2%的人 都玩了95% 那麼多的Bitcoin 或者有人說 創作的人 Satoshi 自己有很多很多 像股份那樣 自己應該有很多 比特幣的 他會玩完 到時候他會 放出來 市場賣 就會沒有了 會便宜的 又或者另外一個 要說 中國有很多很多挖礦 这些公司挖矿机挖矿场 有很多人说 Bitcoin是中国人 所以你不要支持它 不要买 要不然中国就会赢 这个表 可以告诉你 是错的 我们现在还很早 这个表可以看到 如果比特币少 比特币的人 是最多 人少过一粒 有22个million 然后第二 叫蟹 有一粒比特币至十粒 第二位是很多 然后八爪鱼 十至五十粒 是很多 然后真的说 拥有1000至5000粒 比特币的人 其实不是真的 那么多 占2000粒 那么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说 如果现在五万 我当成为五万 可能会跌下来四万三 你当成为五万一粒 其实如果 如果你存钱买首期 存钱买首期 不是 存钱买首期的人 我当成为 如果是香港人 很多人 都应该有 很多人 一百 几十万 在户口里 其实很多人都有 如果一百 几十万 你真的要买 你就做了鞋 很容易 你就会有一至十粒 如果一粒都是五万美金 那十粒都是五十万美金 五十万 三百多万现金 虽然也不是很多人 有三百多万现金 但是你的资产 很多人 只要有楼 就一定 通常都有三百五十万 当然我这里 不是叫你卖了一层楼 去卖比特币 我意思是 很小 还是很容易 因为主要比特币 现在只剩下两三百万 其实只剩下两三百万 可以卖到 已经 即是说 有二千一百万 那么多 不是 是它发行有那么多 但还没有发行 而且现在是剩下 不多了 所以现在呢 很快会是有钱都买不到 要买要趁手 所以那些大财团 现在五万 还在进入 那这里我再展示一下 这是我其中一个 eToro的户口 为什么要展示给你看呢 就是现在各国这样印银纸 这样QE法 不是耶利西法医院 印银纸 Quantitative E成 不知道多个字 这样的问题就是 你如果不去投资 就肯定虚钱了 因为现在 QE 这样信心的 和QE的后果 就是我们的钱贬值得很厉害 现在不是那些楼贵 那些金贵 那些比特币贵 那些股票贵 而是那些钱贵了 所以呢 你看这个户口 我随随随随便放些钱 然后购买几个月呢 又这样赚 你看看有一个 700%升幅 你猜是什么 这些全部都是虚拟 那这个是eToro 大家都可能猜到 因为eToro的虚拟是不多的 那 其实第一个 顶300%增长的是Bitcoin 700%那是Ethereum 那 然后应该200多的 那个 是不是Cardano 我忘记了 我自己 剪了出来 那 那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其实这个户口有什么事 就是去年 我准备去旅行的 就是每年我们有些budget 就想去旅行 这样的 接着疫情的关系 那我就知道 去不成旅行 那 但是够钱又预了在那 就放在一个银行里 那 然后我们 另外一够钱 就预了可能老公想酷牙 那 然后想着 不太酷了 去年又不知道什么 就是先收钱 又不是什么urgent 然后收钱 又不是很大 一个数据 但是放在银行里 好像很无聊 那不如我放在Etoro 那 那当时我和老公 就是我帮他开了 那有两个Etoro户口 因为主要交税 我这个欧洲麻烦点 因为 赚了钱 要交税 所以我分开两个户口 那两个户口 都放了5000元 然后再捂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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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多 我没有trading 没有杠杆 纯粹买一下 然后再捂一下 然后再捂一下 现在呢 差不多 两个户口 加上 我现在没看 我想一个27,000 一个25,000 总之 5,000多 是不是 糟了 我忘了 总之 我上一次看 差不多 25,000 和25,000 就是说 我Toro扔了1,000 现在有500,000 现在有500,000 如果我现在卖 就有500,000 对了 什么了 为什么会这样的 对了 就是 我本来想去巴里道旅行 现在可能去一个月都可以了 所以各位奉劝 如果你们还没走出老鼠圈 还是餐饮餐吃餐生清 只有一份工 又没有投资 又没有存钱 又没有继续习惯 又没有理财观念的话 今年真的要好好地 拨出时间 精神 金钱 去学 去理回自己的财 因为你的财富健康 都很重要的 你现在有疫情 都知道要洗手 要戴口罩 要做些防疫的设施 其实这个金钱 金钱的疫情 都来了 所以 你现在不做好金钱的 就是 养生 是不是叫养生 就是健康 保护 你财产也要 如果不做的话 你不小心就跌了下去 下一个圈套 你就 你还没有了自由 没有了钱的自由 没有钱的自由 你就没有办法 吃A都没有A 你就要 就没有自由 因为有时可以买到一些选择 好了 记得点赞和分享 还有订阅 拜拜